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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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啊 你在我床上 我 我的胸腦 我怎麼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發什麼呆 你到底是誰 是韓再勳派你來的嗎 韓再勳 是誰啊 你到底是誰啊 高子涵再勳你 我對男人沒興趣 我 我要是說我是梁湘怡 你信嗎 梁湘怡 梁湘怡又是誰 梁湘怡你都不認識 我必須要認識嗎 女明星 女明星啊大哥 全中國誰不知道她 天降巨星 我不追星 還有 你也不是女明星 不 從我身上下去了 你要相信我 這一切都是誤會 你聽我說啊 我為什麼聽你說 你必須聽我說 要不然 這屋可救殘了 男人真是麻煩 要我包骨子 刮脖子从里来大姨妈抢 还是当男人好 我不会用 你干嘛 我帮你 你干嘛 干净了 你真不认识韩再萱 当然不认识啊 你原来真是女人 是啊 那既然变成男人了 有什么打算 那当然是去犯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要去玩弄我姐妹们的感情 你倒是看得开 换了个模样 也不用担心被狗仔偷拍了 正好 我还要去查查 当日为什么会变成个男人 别查了 晚上去陪我参加个应酬 不去 你必须去 凭什么 凭你是我助理 啊 啊啊啊啊啊 什么声音啊 你是谁啊 你们在我床上 啊啊啊啊 我的胸脑 我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啊 一个一夜暴红的小演员 让这么多人等着 竟然还敢迟到 太没有异德 丁丁 人家可不是什么艺人 要什么异德 人家可是超级巨星 是预言中的天降子微星 佩迪哥 很碰他的哦 炒作罢了 佩姐 我跟你说 这死丫头 农村出身还不是科班毕业 原来是做了群演 听说还在一组会上的路 这不定有什么下流手段上的 真恶心 先找个理由拖一下吧 我给梁老师团队打了很多个电话 可是就是没人接 请问梁老师什么时候到了 现在现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主办方一直在推我 很快 很快就到了 不会失踪了吧 不会的 我再猜一下 哎 小王啊 嗯 啊 我们还在装发呢 嗯嗯 还得一会儿 嗯 好 就这样 好 哎 花姐 那边是不是着急了 咱们要不先过去啊 你快别啃你那个地瓜了 有点明星样子行不行啊 我这不是饿吗 你记住了啊 你是我们公司包装出来的 天降紫微星今年诞生的巨型 想不想认识卡梅龙了 想不想集聚娱乐圈 卡梅龙也爽不垫的吗 你 斯坦尼你懂吧 布兰西特你知道吗 那梅兰芳总听过吧 嗯 哎 演员也要有文化 叫你平时多学习 嗯 学着呢 花姐 还有啊 一会儿记者寻访的时候 你不要再上废热搜了好不好 你知道你那些热搜处理起来 有多麻烦吗 你是明星 你有人设 你是国民女神 青春玉女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观众的监视之中 嗯 我知道了 花姐 我是明星 我要有偶像包袱 那咱走吧 哎呀 天还没黑呢 等一会儿吧 嗯 哎 你把你那个地瓜放下呗 嗯 你啊 长了个漂亮脸蛋 脑袋里都是蒜瓣 哎 她是炙手可热的国际明星 天降紫微星 梁湘怡 热心公益的她 在圈中拥有着最好的人员 想知道她的朋友 是怎么评价她的吗 请看VCR 大家好 我是演员金美娜 听说我的好朋友梁湘怡 参加的电影票房 突破了两百亿 湘怡 我们顶风相见哦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盛杰 在我心中 梁湘怡一直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梁湘怡呢 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一位艺人 通过自己的影响 来去发挥自己的力量 湘怡 加油 湘怡的演技非常棒哦 我们全家人都爱看她的电视剧 今年参演的所有的电影破三百亿 我和各国的演员梁湘怡啊 是一个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的人 大家好 我们是 佛玉兄弟 祝梁湘怡老师新年一年 心土璀璨 什么两百亿 在跳荒高的电影 你打仗有吗 你抄这么说吗 《黄电剧组》的各个全演 都跳荒两百亿 什么孩子 吴大餐也是在角落里 蹲着广告上 还不记电影节呢 蹲着龙哥和龙姐的电影脚吧 你瞧她那不做作的样子 别这么说 贝贝 不管用什么手段 湘怡也是够来者之上 你和我啊 还要再向她学习呢 学什么 学她勾引大哥上位 对不起 各位朋友们 我迟到了 在这里给大家深深地鞠一躲 希望大家能原谅 刚刚跟卡岛呢 碰了一个国际视频变化 卡岛聊剧本啊 越聊越起家 出于对一个前辈的尊重 我实在是不忍拒绝 我的错 希望大家可以原谅 哦 卡岛 卡岛是妹妹导演 卡 卡了 卡梅龙 是 卡啥 是卡什么呀 是想追卡梅龙吧 胡执的女 明星门槛本来就不高了 什么人都能演戏的 一个农村出来的土包子 佩迪他随便一包装 竟然成了明星 还有人说他努力 竟然还有粉丝追捧 我真不懂内娱 有粉丝就有流量 当然有人约细了 现在啊 谁还认真演戏 卡梅龙 卡帐龙 卡帐龙 不是 对 这里 会播出去吗 我现在是现场直播 那你猜 是哪位卡道呢 啊 猜不到吧 那我就先跟大家 卖一个关子 我只能说是 他是好莱坞的 著名导演 哦 看来是要进居 国际影坛了 那作为刚刚出道 就获得如此亮眼成绩的演员 那一定是 争议与鼓励齐飞了 那收获这么多的荣誉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天赋型的演员吗 嗯 怎么不算呢 臉皮真够厚的 就瞧不管她这样子 真不明白 KD哥为什么捧她 这么大的IP 宫廷女官萧美人 竟然内推她做女主角 得不配位 迟早翻车 她的好日子啊 要到头了 湘怡啊 听说金制片的电视剧 宫廷女官萧美人 定下主演是你呢 这可是你首部主演的电视剧 真为你感到开心 湘怡姐 真的定你啊 恭喜你 你就是我的榜样 我以水带酒 敬你 谢谢晶晶 你也要加油 湘怡啊 我也敬你 谢谢丽姐 但是酒我就不喝了 我今天赶了一天的通告 碗袜还没吃 有点不舒服 哟 这么大牌 这才刚恭敬完你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连咱们丽姐的酒 都不能喝了 一点面子都不 这好歹 丽姐也是你们公司的前辈 当年红机一时 这部电视剧里给你配戏 结果你人红了 连咱们这些姐妹都不认了 冰冰 相仪啊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就别难为她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好吧 李姐 我真的有点不舒服 好了相仪 你也别怪冰冰 作为同公司的前辈啊 看到你越来越好 我是真心为你感到开心 谢谢丽姐 但是 我真的有点不舒服 相仪啊 晚夜呢 还有三个小时才结束 这是我开的房卡 你要是不舒服 就上去休息一下 好 谢谢啊 来 靠谱吗 放心 这一包药得分三次用 谢谢 单次机量太大的话 会有副作用的 副作用 简直是危言所听 轮哥 你最近都没有找我 最近忙 轮哥 咱们公司的新的代言人还没定吧 可以考虑一下我 啊 这个吧 我还真不太清楚 这件事呢 由市场部那边负责 轮哥 我准备送你份大礼 大礼 什么大礼 我们公司的 梁湘怡 哥 考虑一下我 好说 好说 变变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莉姐 轮哥已经在房间等着了 很好 梁湘怡 你不是一心小红吗 那我就再送你一个大喜利 谢谢啊 灯都给我打开了 谢谢啊 谁啊一身酒气啊 你一定是在做梦 祥祥姨 你一定是孤单太久 但做梦 都是浑身赤裸的男人 发什么呆 你到底是谁 是韩再勋派你来的吗 韩再勋 是谁啊 告诉韩再勋 我对男人没兴趣 我 我要是说我是梁湘怡 你信吗 梁湘怡 梁湘怡又是谁 梁湘怡你都不认识啊 我必须要认识吗 女明星 女明星啊大哥 全中国谁不知道她 天降巨星 我不追星 还有 你也不是女明星 女明星 每年早上才是一个人 一切哪里 从我身上下去了 你要相信我 这一切都是误会 你听我说啊 我为什么听你说 你必须听我说 要不然 这屋可救咱们啊 总裁请问有什么吩咐 我们接到放料 你昨晚四位 这不是梁湘宜啊 这是璀璨剧团总裁啊 来人 梁湘宜 对啊 身份证 手机 能证明身份信息的 我都给你看了 在今晚之前 我真的是个女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跟你相处一晚上 我就成了个男人 总裁 查清楚了 身份信息是真实的 只是 好 我知道了 你走吧 凭什么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昨晚到底对我做什么 你问我 当然了 在没有查清楚 事情真相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耍无赖啊 哼 你看新闻了吧 你 你要是现在赶我走 我就出去造谣 就说 璀璨总裁向残勇 床上功夫七秒钟 梁湘宜 哎 你放心 我在你身边就是为了查明真相 不会赞你屁 好 那我答应你 不过你要为我辟谣 好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的助理 也是我的表弟 相亦 那天我在酒店喝多了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等查明真相 你立刻从我身边消失 好 成交 大表哥 不过身份资料嫌扣送你 作为地劫契约的凭证 你若不听话 我就公布你变成男人的事情 好 互相有个牵制也挺好 董才 真要把他留在身边吗 我实在看不懂 太慌唐了 韩再勋会安排这么个人 能不能说我们搞错了 我怀疑身份信息是真的 人是假的 正是因为看不懂 所以才把他留在身边 看他能耍什么花样 去查一下 这个男人和梁湘宜的关系 还有那群记者 是不是韩再勋派来的 是 总裁 轮哥 轮哥 我也不知道 事情怎么就发展到这一步了 除了这种乌龙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真的没有意思要耍你啊 我怎么能敢耍你呢 轮哥 是啊 你怎么敢耍我呢 轮哥 你要相信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一定会让你得偿所愿的 真的 轮哥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梁湘宜 送到你的床上来 好啊 我知道 你视梁湘宜 为眼中钉 肉中刺 这件事你做成我 我也送给你一份大力 哼 谢谢轮哥 记住啊 定房的事 一个字都不要提 否则 你知道后果 好 嗯 梁湘宜 怎么样 静心联系上了吗 没有 花姐姐姐电话打不通 去她家叫人也没人开门 那你报警了吗 报了 但是后来进去之后 家里也没人 警司说先被人按 让咱们也再找找 毕竟是女明星 肯定比普通人好找 这件事先放送消息 好 花姐姐姐不会出事了吧 既然要站着撒尿 还得扶着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还是要抓紧时间 不要回来 男人真是麻烦 找我刮骨子 刮骨子总理来大姨妈抢 嗯 还是当男人好 不会用 你干嘛 我帮你 你干嘛 干净了 你真不认识韩再萱 当然不认识啊 你原来真是女人 是啊 那既然变成男人了 有什么打算 那当然是去犯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要去玩弄我姐妹们的感情 你倒是看得开 换了个模样 也不用担心被狗仔偷拍了 正好 我还要去查查 当日为什么会变成个男人 别查了 晚上去陪我参加个应酬 不去 你必须去 凭什么 凭你是我助理 凭什么 好 啊 韩总 这位是知名女星袁立丽 立丽 立丽 这位是璀璨集团的韩总 这位是刚刚回国的韩总的哥哥 去 裴昊 韩总 再勋哥 我是袁立丽 我的妈呀 这是平时温柔恋惊的立姐吗 我真没想到 立姐还有另外一面 你可以吧 袁小姐还真不愧是娱乐圈当中的知名女性 就连敬酒也要分高低贵贱前后有序 再勋哥我 韩再勋 说正事吧 别为难女人 好啊 韩承轩 从明天开始 我将接任公司的副总 好 那恭喜啊 别恭喜得太早 我会一步步成为公司的总裁 董事 董事长 你再恭喜我也来得及啊 那都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今天来呢 就是来劝你们一句的 爸爸对你已经厌无至极 爸爸叫我回来呢 这次就是为了把你踢出璀散计划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地自己走 我和我妈呢 还能给你一个体面 不然 你损失得更多 你若是有这个本事 早就把我提了 又何必给我留体面呢 韩再勋 这种低劣的威胁 是小孩子才会说的 你今年也不小了吧 你 韩承轩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 我会让你和你妈 付出惨重的代价 今天的事情 管好你的嘴 好的 你认识梁湘姨吗 韩总 你不会是让梁湘姨 做代言人吧 我 平时不关注娱乐新闻 随便问问 韩总 那个梁湘姨啊 根本就不是 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她人前人后 两副嘴脸 人前呢 装作一副 努力耿直的傻白甜 人后啊 就爱审了一些小手段 听说 她之前 还在夜总会 做过陪试 指不定靠着什么手段上了位 像这种道德败坏的艺人 我去 怎么能做代言人呢 碧姐 你真行啊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一套呢 我拿你当姐妹 你拿我当傻逼啊 韩总 我觉得梁湘姨这个人吧 有风险 毕竟我们对于这种 道德败坏的劣迹艺人啊 是零容忍的 我呀 是她同公司的前辈 她的底细 我最清楚不过了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这位是向助理 向哥 肯定是 她肯定是个老板睡了 像这种靠不光明 手段上位的人 我最妥协这种人了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 我看你怎么变光 我也是为了 璀璨集团好了 璀璨集团是你妈开的呀 这么上气 向哥 我 我是说错什么话了吗 对不起啊 你嘴里有味 我不爱听 哼 真没有想到 这个袁莉莉居然是这种人 亏我平时在公司 那么尊重她 那么敬重她 她居然在背后这么做 真是够过分的 我跟你说 我太惨了 你把我的脚不挨给我 我把你还不挤着我 糟了 这是女厕所 他妈 他打我 你说我好像还有啥 你还欠缺了我啊 是啊 你豁出还有啥意思啊 可是我选不得孩子 要不是孩子的话 我早就死了 你手上好的鬼子 应该懂我的吧 真嘞 我特别懂你 不行了 把孩子一块带走吧 其实我老公爸 他除了对我不好的时候 其他时候也对我挺好的 那就凑好过吧 田子出头是房子 咱们就是田 那你也不能大婆婆 可可也是妈呀 等你多年了媳妇懊秤破了 你也能欺负她乱死你了 对 你说的对 等会儿 怎么这么半天 这门怎么看得出来 这里头不可出啥事了吧 莫莫 我刚才讲究婆婆那点怪话 是不是都让她听着了 没听见 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的是 别态呀 我不是啊 怎么让人打成这样 疼不疼 能不疼吗 他要是能把这身力气 用在他老公和他婆婆身上 还能被欺负成这样 你轻点 别动 韩正轩 我现在可是你大表弟呀 我对我大表弟更狠 你老实点 做男人真是太难了 我要做女人 韩正轩 我要做女人 快说 你那天晚上到底对我做什么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男人 我说过了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会什么歪门邪道的功夫啊 一龙术 疑心欢迎 不行 我要检查一下 梁湘怡 你别太荒谬 再跟我皮 小心我拿皮带抽你 你打女人 你现在可是男人 你舍得吗 我可是中国观众心中的女神 你就不动心 你现在的模样 我可没办法动心 我就算变成男人 我也是最帅的呀 你不动心 是你有毛病 我动心才有毛病 梁湘怡 你抓紧时间调查 你变成男人的真相 然后立刻从我的世界消失 不要妄妒接近我 我对你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我可是天降紫薇先生 国民女神 女神 然后呢 韩正轩 等我查明了真相 不用你赶我 我自己会走 我才不会赖着你 少自量了 死丫头跑哪儿去了 电话也不接 最近手头不宽裕 给我打一百万 又是枪 你是吸血鬼吗 袁莉莉啊 你的事情 我已经给你办了 我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兑现呢 谢谢你啊 伦哥 你的事情啊 我一定会放在心上的 只不过 最近梁湘怡好像失踪了一样 问她的经纪人 说是她在休假 我告诉你 别跟我耍什么花呀 要不然 你会很惨吧 你放心吧 鲁哥 王经理 上次那个女明星 梁湘怡 进了我们韩总的房间之后 就再也没出现过是吗 监控 也从来没派到过我进去 是的 房间也带您检查过了 监控也带您看过了 虽然这件事很匪夷所思 但我们不敢造假 生怕这件事 对我们酒店产生什么不利 看来我还真是在房间里变的男人 韩先生 一个房间开除两张房卡的事 确实是我们的错误 设施工作人员已经被我们开除 在这里 我们酒店向您诚挚的道歉 是我们工作疏忽了 但贵司拿到房卡之后的事 我们的确不知道 好 了解了 哎 我问你 那天的房间是谁订的 公司统一订的 罗秘书正在调查 其实吧 要是能让我变回女人 真相也没那么重要啊 要不一时当个男人 开什么玩笑啊 我可是清纯玉女 国民女神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有病啊 我问你 你平时都不看娱乐新闻的吗 不看 我这么有名你都不认识 真是个怪人 要知道 别的男人看到我 都是被迷的神魂颠倒的 除非 他不是个男人 你说什么 你都不敢看我 无聊 你是怕会爱上我吧 如果 那是你名姓梁乔宜吧 她在和一个男生接吻 我要发早视频 我想陪你 看来你和那女戏子是真的了 别用女戏子这个字眼 这就是你不和小微相亲的原因 我不管你和那女人是什么关系 但我们韩家绝不可以 和那个圈子的人扯上了关系 娱乐圈的女人 有几个是清白出身的 有辱家风 小微出身名门望祖 她是最适合你的 我们没有关系 最好没关系 你想要继承璀璨集团 你需要小微的帮助 外面的野女人只会害的 当年许静怡的教训 别跟我提这个人 好 妈不提 妈今晚呢替你约了小微 你们两个见一面 妈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难道你想让韩再勋他们母子 把咱们娘俩生吞活泼了吗 你马上查查 那女戏子什么背景 怎么是她 成勋哥哥 谁呀 不对 小微 你先回去吧 啊 梁湘姨呀梁湘姨 一年前你不识台阶 哼 一年后不还是落在我手里 你装什么清高啊 看你那剑样 今天 我就好好让你舒服舒服 青春玉女 国民女神 今天 我就给你好好的路上 你 你个臭娘们儿 你找死啊你 卑鄙 韩总 你 您怎么来了呢 滚 滚 是 我滚 我现在就滚 救我 不好难受 我 韩正军你个臭流氓 救了 你怎么又变成男人了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你说 咱们俩为什么关着身子躺在床上 你对我干了什么 什么都干了 韩正军 你个王八蛋变态臭流氓 我要送你去吃狼饭 你个小白儿了 忘了我昨晚是怎么救你了 救了 我脱好运了 我记不清了 小姨 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 找不着你人 你都不知道我要想死你了 袁玲玲 我把你当朋友 尊你为前辈 你却在别人面前造谣我 你太假了 我没有 我们是好姐妹 我怎么可能造谣呢 你少给我来这套虚假的姐妹情 我今天来赴约 就是要摊开说的 我总算是知道了 这一年来 网络上的黑粉 水军 负面新闻 都是从哪儿来的 都是你一手策划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明着说 你是后进公司 凭什么处处押我一刀 你又不是科班出身 凭什么好戏公司都让你演 我不服 不服找你经纪人找你老板去 你找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哦对了 你不敢找你经纪人和老板 所以你只敢背后陷害 你真是弱棒 你只见不得帮你去 凉香医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我有什么不敢 你干什么 你别冲动啊香医 袁立 我警告你 有事咱们天朝见 你少给我搞这些小动物 像鹰狗里的臭虫 我恶心 如果你再敢害我 大不了我就跟你鱼锁了 反正我光脚不要穿鞋 你大不了 是 是我 后来 霍伦 所以 连句谢谢都没有 谢谢 好了 抓紧吧 干吗 第一次我变身 是在咱们俩歇吻之后 这次我要变婚男人 又是 哎呀 反正咱们俩那啥的时候 肯定又接人了 亲我 杨湘怡你够了 怎么没什么变化 一定是我亲得太敷衍了 再来 不要 现在知道说不要了 你是嫌弃我了吧 渣男 不是 我是说 你变成男人 或许跟我们接吻没有关系 要不你早就变不去了 对啊 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韩承勋的女人你也敢断 我 不 他 他就是一个演员 他哪一个男人他不跟哪 我从没见过韩承勋这么在乎过一个女人 你有麻烦了 不如 你来跟我做 我帮你抱得美人归 你来帮我除掉韩承勋 那韩承勋 他会出现吗 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一定会 因为他很在乎两相依 好 那任凭副总 不不不不 任凭韩董事长吩咐 好 夫人 你看这个人 这 这是我儿子 夫人 这就是小少爷的模样 难道 他还活着 不可能 他已经走了十年了 去 去查 一定查清楚 我 我 我有见到他 是 夫人 不开心 就是不开心 梁湘怡 我要结婚了 哦 恭喜啊 跟我说这一番是吧 我一点也不关系 今晚我有约 晚饭叫罗密出品就送来 行啊 毕竟隔行如隔山 我又不会追你孩子 那就祝你今晚约会成功 不用管我 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的 我会尽快查出真相 然后赶紧离开的 天哪 我怎么像个绿茶一样 真是疯了 绿茶 对啊 承轩哥哥 上次 我和阿姨见面了 她说 希望咱们两个 能尽快在一起呢 你不开心吗 哥哥 妹妹 你真是美若天仙啊 哎呀 讨厌 你坏了 哎 你脸上有点东西 啊 有什么 有点好看啊 哎呀你会 你是 雁若桃李 你是 冷落冰霜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你是花开富贵 你是 明日黄花 你 用心必胜所学了吧 你干嘛 别乱用成语了 没看见我在约会嘛 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你心知肚明 你们 你们什么关系 不认识 她是女人 哦 我明白了 你们两个闹别扭 拿我开玩笑呢 你这个爱情的骗子 哼 哎 祝你们幸福 别哭了小薇 阿姨啊 一定要替你叫醒一下 那臭小子 阿姨 我觉得承讯哥哥 并不喜欢我 他这都是第二次 丢下我不管了 怎么会呢小薇 阿姨啊 一定要替你问个明白 嗯 媒体朋友你们好 我是璀璨集团总裁助理向毅 非常高兴今天能有幸 请到何欣小姐 作为我们新一季产品的体验官 当然 这也得益于我们霍总的慧眼石珠 是吧霍总 对 对对 您别光看我呀 这采访呢 记者的镜头都对着 啊 我们本次的单品呢 主打的就是让女人更加美丽 更加自信 更加自信 在现在的社会中 我发现很多女人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也许在生活上 你是被生活压垮 而忘记了美丽的母亲 也许在职场上 你是经常被骚扰或POA 而忘记反抗的女孩 但不论你是何种身份 你都要记住 你就是你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有独一的意识 所以 面对伤害 犯罪吧 女人 我说的对吗霍总 是 向先生 请等一下 何小姐有事 韩总 我可以和向先生单独说几句话吗 向先生 刚刚 谢谢你替我解围 不用客气 霍伦的个人为所行为 不代表我们公司的形象 不过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总是唯唯诺诺的 你得强硬起来 你平时啊 就是看着太好欺负了 才总让那些坏人得逞 你好像一个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想送您一份礼物 您可以接受吗 怎么这么客气呢 咱们俩是 不是 可 可这是我的一点点的心意 毕竟在这个圈子里 很少有男人像您这样 又绅士 又有风度 那 那我就 勉为其难的手下了 谢谢 我感觉 这个公仔特别像您 希望 您可以不要嫌弃 怎么会 我很喜欢啊 有可能 没空看你们打青霸俏 原来是巴结上的总裁的助理啊 你也别高兴太早 这个公司 将来 未必是韩成勋的 你还不知道 他有个哥哥吧 别以为 你巴结上的总裁的助理 就能爬上总裁的床 你 只是一个小小的演员而已 而我的背后 是副祖韩再勋 知道为什么选你当代言人吗 而没有选袁莉莉 那是因为袁莉莉老了 而你正是青春年华 对不起霍总 我真的做不到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韩再勋 是韩董事长最疼爱的儿子 本次回国 他也是来继承家业的 我和韩再勋 已经联手了 准备 对不起梁湘莉 你知道为什么是梁湘莉吗 因为啊 你们这些戏子 他都是个贱胚子 用网民的舆论就能踩死 网络暴敌 他就是一把刀 没有人在乎什么真相与不真相 他们只在乎的是 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 所以啊 我劝你乖乖听话 要么 你在这个圈子 是混不下去的 今晚 我等你 韩正俊 把公仔给我 你真把嘴巴当成乱人了 你干嘛 人家送我一个公仔 你生什么气啊 我有生气 没生气 你阴这个脸干嘛 人家女孩子 只不过送我一个公仔而已 霍伦那里抓得舒服吗 原来也是因为这个生气啊 你一个女人不嫌害臊了 哎呀 那不是事处有因吗 要不然 现在是都害羞了 哎呀 你别再说了 那还不是看着霍伦欺负人家女孩子 我没办法才这样的 货伦 像他这种人渣 你们就应该开除 自从韩再寻进了公司 他就倒戈了 你放心 我不会放她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韩先生 说话不用靠得这么近了 你变了 变回来了 那太好了 其实也不一定要变回女人了 变成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以正大光明的帮助你一下 可能这跟结婚没有关系 好像只有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变 也许 也许是因为我的缘故 所以 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正好你也要结婚了 少见面对我们彼此都好 是啊 少见面对我们彼此都好 梁湘怡 是你 你又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发消息也不回 你不要总是问我要钱了 你都是大明星了 还差那一百万 再说了 你拿一百万 孝顺你亲妈都不行吗 赵素贞 前前后后我给你多少钱 这些钱你拿来干什么 你心里没数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填补你这个无底洞 闺女 闺女 闺女你别呀 妈向你保证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妈以后绝对不再赌了 现在人家到处都在追杀你妈 你忍心看着我都快没命了吗 是我让你赌的吗 是你自己 你自作孽 妈求求你了 妈给你跌了 起来 你松开我 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我白养过你了 这 白养我 赵素贞 你什么时候养我了 你别再来找我了 女儿大了 吃饱饮了 成大明星了 这个不孝顺的女儿啊 她细毒 酗酒 毒波 无恶不作 大家快来看哪 快来看哪 这就是我的女儿 大明星 梁笑意 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 谢谢啊 你认识梁笑意 是啊 你是谁啊 你是不是很想要钱啊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 事成之后 不光你的女儿会给你钱 我也会给你一百万 你要我怎么做 总裁 韩再勋和后轮联手 准备拿梁小姐开刀 引你现身制造成功 好 知道了 真的要去吗 我赌得过去吗 况且 我不能留下相依一个人 总裁 您喜欢梁小姐 对吧 不该你问的事不问 对不起 是我失业的 事情安排妥当了吗 妥当了 好 那就将机就起 梁小姐 我家夫人请您依据 你们家夫人 到了您就知道了 夫人 我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 不要 Afirés 这位 请不 дов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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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人管天下事 看来气氧 吸毒 酗酒 赌博都是真的呀 原来她是这种人啊 看来都是人设 小姐 请问 没错 她就是我的母亲 还有 我并没有弃养我的母亲 说我吸毒 这是我的报告单 无信的话 各位媒体朋友们 必须查阴一下真文 还有 说我殉教 更是无稽之断 我自幼家境贫困 自从我不入社会以后 我除了拍戏就是在学习 去年 我拍了一部担当主演的电视剧 三部电影 无数个通告 我都没时间应酬 就连慈善晚夜 我也没喝过几杯酒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饮酒过量会过满 无信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 还有 这是我的银行明信 我挣来的钱 都拿去给她花了 现在她却来到哪一方 我真恨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武器 允闻 你早有准备 不过 还有呢 一项 以清纯著称的国民女神梁香仪 原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剑胚子 大家看 这是 她被我潜规则的视频 看她在床上那个剑样子 没有想到啊 她的业务如此的熟练 原来啊 她就是在夜总会做过陪侍 她能成为天降子为星 那还不是靠潜规则上的位 黄罗 你造谎 你不是人 杨小姐 关于您形象被毁这件事 你有什么澄清的吗 杨小姐 请问视频中的人是你吗 你当时是在潜规则吗 你潜规则是为了拍视频 活着眼前吗